客东家里24日训 金武在土崩现场巡获11岁失踪男同黄少奇遗体的搜救人员,是二名民房部队成员。 黄少奇的遗体是于今日下午约40-53分,在爸爸有机农场露营地阿区一带被巡获。 当时,二名民房部队成员阿里夫及阿敏,拿着铲子在地面搜寻和挖掘时,突然挖到了黄小弟弟遗体,马上通知搜救中心找到了。 我是跟着异卫往下挖,先挖出一个睡袋,再挖到一个帐篷,小死者的遗体就在帐篷里面。 金武在土崩现场二区巡获失踪男同黄少奇遗体的民房部队队员,原来是在二区进行挖掘搜寻时,现场飘起一股浓烈气味,因此深入挖掘。